C罗离开后黄马主力球员为表决心,不停劝阻暴雨中,坚持训练,为了备战新赛季,黄马已经抵达了麦阿密,之后他们将再次开启国际冠军杯的征战之路,不愧是黄马,整个团队刚刚抵达麦阿密不久,就已经开始了在麦阿密的首堂训练课, 但是好像老天爷不给面子,突然下起了暴雨,于是就因为这突然而至的暴雨训练课,不得不提前终止,黄马的首次训练是在在麦阿密佛罗里达大学的球场内,训练刚刚开始,20分钟,天空就开始下雨,并且之后越来越大,10分钟后于是还没有减小的意思,黄马的主帅洛佩特吉就与主教商议后,决定暂时停止训练, 但是据报道得知,在训练被终止后,还有球员没有返回室内躲雨,依旧留在场上继续训练,根据西班牙前线记者报道,得知这三人分别是,贝尔、纳瓦斯以及克罗斯,大家都很清楚,他们三人目前都或多或少,面临着一些外界以及内部的压力,肯定希望能通过这次比赛,在俱乐部中再次证明自己, 现在处境最尴尬的就是纳瓦斯,如果新赛季库尔图瓦加盟的话,他主力门将的位置有可能不保,所以心情急切也是情有可原的,不过在急着训练也要注意身体啊,毕竟身体垮了就连上场都做不到了,另外麦阿密当地气象台已经发布消息,未来几天可能会持续降雨,所以黄马的球员们一定要注意身体啊, 感谢观看